宇宙中的每样事物都有吸引力 而且都有各级吸引力频率 你的感觉和思想也是 好的感觉代表你在外的正面频率上 不好的感觉就表示你处于负面频率 无论你的感觉是好是坏 都会决定你的频率 然后就会像个磁铁一样 吸引处于同样频率的人事物 如果你觉得充满热尘 你热情的频率会吸引热情的人 情景和事件 如果你觉得恐惧 你恐惧的频率会为你引来可怕的人事物 你从来不用怀疑自己目前处于何种频率 因为你的频率总是对应你当下的感觉 而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借由改变感受 来改变自己的频率 然后你周围的一切也都将因为你进入新的频率 而产生变化 以你人生中的任何一种情景为例 所有结果都可能发生 因为你对那个情景可以产生任何感觉 一段人际关系可以处在快乐 喜悦 兴奋 满足 又或者任何一种美好的感觉频率上 也都可以处于让人无聊 挫折 担忧 愤恨 沮丧 又或者任何一种坏感觉的频率 这段关系 可能产生任何结果 而你的感觉 将决定会发生什么 你对这段关系产生怎样的感觉 你之后就会接收到什么 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觉得好愉悦 就是在这里付出爱 然后你一定会透过这段关系 接收到爱和喜悦 因为它就是你所在的频率 你可以对金钱感到兴奋 快乐 喜悦 充满希望 担忧 恐惧 或者沮丧 你可以对你的健康感到因喜若狂 热情 幸福 灰心 或者紧张 这些都是不同的感觉频率 而你所处的频率 决定了你会得到的结果 你可能想去旅行 但是如果你对没钱去玩很失望 这样针对旅行这个主题 你是感到失望的 而觉得失望 就代表你在失望的频率上 你就会持续接收到 没有办法去旅游的失望状况 直到你改变感受为止 爱的力量会促成让你可以去旅行的一切情景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处于美好的感觉的频率上 才可以得到 当你改变某个状况的感受的时候 你就发出了一个不同的感觉 处于不一样的频率上 而那个状况就必须改变 才可以反映出你的新频率 如果你的人生中 发生了某件负面的事 你可以改变它 永远都不会延迟 因为你随时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感受 无论面对什么的课题 如果想要得到自己喜爱的一切 想要将任何事物 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改变你的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